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關於東南亞發生的人血食人事件 變成人反人力的販賣 甚至是用一種所謂血囚定律的概念 去看究竟發生一回什麼事 我們可以分析理解 這個柬埔寨的詐騙案 已經發展成為對中國一帶一路 和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牽涉入內 說到年青人捲入人反子的泥潭內 互相相關 台灣隊內因為連接有青年人被引誘到柬埔寨 從事電訊詐騙活動 甚至遭受禁錮虐待 拐賣他處 甚至活摘器官 台灣警察證實至少有120人 在當地被聯繫 和之前相關在野黨傳出的4000人 這個說法明顯有些出入 但無論如何 都變成民進黨被批評 營救不力 其實在這裏之前 美國曾經發表過人口返運報告 將葡萄寨放到 情況最惡劣的第三級觀察名單 期間當然是引起金兵政府的不滿 但報告明確指控 由中國人組織的犯罪答弁 還有騙外國勞工到柬埔寨 從事電訊詐騙活動 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 觀察創始人李強 甚至指出 發生在柬埔寨有騙與反賣的問題 受害人是中國人佔最多 台灣人粗略估計佔有二十分之一 中國詐騙集團在柬埔寨活動 實在已經存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發生在西港侵入人 侵害人權行為 讓人震驚 包括虛假招聘 沒收受害者的護照 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之後發生綁架軟禁 強迫勞動 暴打和性侵害 這個事件引起國際關注之外 也有批評到 關乎台灣的南向政策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 都被牽扯期間 自從2013年 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 中國人大量湧入西港 由2013年的8萬人增長到2019年已經是25萬 當地的統計數字 有九成的企業 中國人擁有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中國外交部 8月18日發表評論的時候說 中國駐有關國家的市領館 正要駐在各政府 保持密切溝通 積極查找 並解救相關人員 中國將全力維護 包括香港、台灣在內的 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 駐簡事館再次重申 中國公民應該用正規的渠道來到柬埔寨 千萬不要輕信網倒電炸集團編織的暴富謊言 有不少評論指出 柬埔寨雄心政府多年來遵從中國大陸的一中政策 台灣無法在柬埔寨設立代表機構 增加救助滯留台灣民眾的困難 連日來台灣媒體報導顯示 詐騙集團引誘台灣人到柬埔寨的手法明目進多 例如有招聘化妝師、美髮師、魔術師、網絡情緣詐騙 當人被騙到當地想要脫離控制 就要向詐騙集團繳付贖金 每人的金額可以達到三萬美金 你要走是可以的 但你要幫我找多幾個人來頂替你才可以走 你不是說走 給了錢就可以走 實際上圓區範圍相當大 有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支撐詐騙運作 這件事就是涉及一個概念 所謂中國歷史的真實遊戲 和中國歷史的生存遊戲 有所謂處不規則、義不規則 和血囚定律的基本概念問題 匪民、官之間 密切關係、互換的驅動力 在我們人生歷史裡已經一早存在 拿人命作為一個資源 所謂human resources 變成light resources 以生命作為一個醜醋的賭注 變成生產工具 這個情況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知道的 在民主憲政國家之下 生產階級的首領 生產國要素的組織者 市場需求的發現者 生產集團的首領當家作主 於是立了一些資本主義規則 資本家成為暴力最強者 包括控制軍隊、國家機器 以及生產集團、控制暴力集團 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心願立法 這個時候的基礎 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的上層建築 於是一種匪謀式行為 就是以人的生命 作為一個生命的操控 作為一個資本生產工具 於是發生到柬埔寨 協迫勒索人 作為一個所謂的電玩 慢慢轉成為一個所謂的愛情詐騙 投資詐騙 而詐騙對象多數會說中文 許多大陸民眾就被招攬 當地從事電話詐騙 實際上園區被高高圍藏 和鐵絲網圍起 裡面的人幾乎與世隔絕 而原來裡面有餐廳、診所、理髮店、KTV等服務設施 大部分開放給園區的職員 或者受綁架的人 詐騙集團選擇搞封閉式的詐騙園區 是為了減少對柬埔本地人民的滋擾 但隨著中國籍的老闆透過投資 而取得柬埔寨公身份 繼而勾結當地的官員作為保護傘 園區越攪越大 這個比較脫罪的行為 就越來越容易發生了 警察與其他官員的合謀 讓西港等地這些網絡詐騙 運作存在 基層警察通風報信 換取金錢和性服務的賄賂 致使針對色情相關的人口販賣 執法行動很容易失敗 所以情況就發展到今時今日 多謝各位